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个品牌的排名 那在这一次的消费者报告里面 1到10名的部分 我们发现其实苏巴路刚才 我们讨论很多的这个品牌 其实在第三名表现不错 可是没有想到大家很熟悉的Toyota Toyota竟然没有在1到10名之内 怎么会这样呢 芝汐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表 它的品牌的数量 跟测试的这些车款 跟前面提到的这些推荐车 其实有一点点雷同 因为它其实也是 结合这个品牌比较多的款式 比如说我们看到保时捷 测试的三款 Lexus测试的九款 这样来去做比较 那当然它会融入更多的品牌特性 比如说你的收货服务 你的可靠性 这些因素加总在里面 其实这一次的排名 基本上跟往年没有太大的一个落差 我们现在看到是前10名 那有几个点比较特别 首先第一 Porsche第一名跟第三名的 Subaru的位置是互换的 去年Subaru是在第一名的位置 那再来呢 大家觉得一定会有的 Toyota 不见了 它之前是在前10名 那除了Toyota之外 还有Benz 平时也不在这里面 都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那其他几个重点跟大家讲 我觉得保时捷这个部分呢 是因为它车管数本身少 所以采样的样本数低 基本上呢表现如果都OK 就全部都会入榜 这个是国外的专家觉得 保时捷会拿到第一名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名的Genesis呢 基本上它为什么会第二名 我也不知道 因为台湾没有我也没试过 对 所以我们没有 而且采样数也比较少 对对对 我们没有东西可以去做观测 那Subaru的部分 为什么会掉下来 虽然它还是表现很好 但是 你看到它的测试车款有八台 推荐款数只有七台 这其中这一台就是WRX 他们认为WRX在 可能排污啦 耗能的部分 久久都没有办法跟进 而且 因为美国人不会开 手排车嘛 所以它一定是选自排 WRX的车型 自排部分是由CVT来做担当 所以可能性能表现上折扣会比较多 再来就是因为新世代车型 比如说你看Forester 它的涡轮动力也没有 新的FA20都是自然进气 那主要还是因为排污关系啦 所以虽然可能 骑管喷射改正钢内质喷 马力大了一点点 但是感觉运动性的部分 稍微扣了一些些分 这个是掉下来主要的原因 其他Mazda、Lexus、Audi 基本上都维持过往的一个水准 表现都很好 那Hyundai跟KIA的部分就比较特别 其实这一次今年的集团 不管全球的总销量或是升量等等 稍微感觉上掉了一个名字 最主要是来自于KIA的一个 全球性有一点点肌肉不振 我们常说一个品牌 能不能把车卖的好 最主要就是 你绝对要有可以支撑的车款 比如说福斯 有Golf跟Tiguang 那Subaru有Forester跟Levoque 主要大概就是这种两到三款车在支撑 可是KIA呢 大概就只有 讲得出来可能就是Morning 可是一个品牌以最入门的车 作为销售担当的话 通常都不会有好的亮眼的表现 而且KIA你在台湾讲 你说可能遇到跟人家讲这个牌子 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疑问 诶 台湾有进这个车哦 诶 它的展示中心在哪里啊 我怎么好像都没有看过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 当然跟爱达刚刚讲到 台湾部分的销售 跟国外当然不只是品牌而已 它很多代理啊 售后服务啊等等 很多条件要掺杂其中 那这一次也觉得很不错的是 BMW跟Mini同集团 两个品牌全部都进榜了 那Mini的部分当然跟保时捷一样 它的车款测试数非常的低 但没关系嘛 就是DOMINI可能Countryman啊 跟一般的Coopers这些车型 但是整体来说两台进一台 我觉得表现还算可以啦 至少只有一台淘汰嘛 所以它总体分数算下来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看到一到十名 刚才智希有点到说 诶 其实在一到十名之前呢 曾经在十名之内的Toyota啦 甚至于是宾市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十到二十名 有没有这两位的存在那一达 刚刚智希跟我们分析了 第一名到第十名 你知道里面有四个是一般品牌 其余六个算是豪华品牌 这四个一般品牌是什么品牌呢 苏巴鲁 马自达 兄弟跟Kia 这个在台湾目前来讲 不算卖得太好的品牌 可是呢 豪华品牌的部分 这六个品牌呢 你看BMW跟奥迪 还有Mini也是一个大幅 耀劲的一个品牌 Lasus还维持在一个不错的地位 可是其他来讲 如果以评价品牌来说 一般品牌来说 你看到12名的Toyota 15名的Honda 17名的Nissan 其实这几个品牌 我们认为它比韩国品牌 还要来的强势 对不对 对 其实它却落在第十一到十二名 而且全部都是属于下降的趋势 当然Nissan比较努力 从第20名以外 爬进了第20名 爬进了到第17名的位置 爬进了20名的榜单以内 但是你看看 Nissan的这个豪华品牌 Efinity它并没有动 那我们绕回来看 一到十名的话 你会发觉 Genius在第二名 这是现代集团的一个豪华品牌 也就是说 在美国市场的 这些日韩品牌的豪华品牌 首要是先打进了 整个美国的市场之外 它的平价的品牌 也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而且即便它是平价品牌 它在于售后服务 满意度 安全性 跟主动安全的设定上面 都给予消费者 可以说是满载满分的 一个满配的状况 反而是其他欧洲车系 欧洲品牌 在美国市场 并没有这么积极的经营市场 你可以这么看待 以往美国是全世界 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可是现在被中国大陆给取代 那所有的消费者 最大宗的购车数量 都是在中国大陆 包含现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中国大陆的整体汽车市场衰退 会造成整个欧洲市场的 汽车品牌的一个大幅度的影响 你会觉得这很有趣 那再来你就会发觉 这些车厂欧洲品牌 都在极力的经营中国大陆市场 忽略了中国大陆市场以外的消费族群 可是我最近看了一个 中国大陆的视频非常有趣 是从前是中国大陆 像我们一样的媒体老师的身份 然后出来自己做自媒体 然后他开了修车厂 他非常的有钱 他介绍他的修车厂 先不讲他的修车厂 有多大的尺寸 1100平方米 他光修车厂设备就投资了200万的人民币 我想以一个媒体老师出来 能够投资200万做修车厂 他家里肯定是很有钱 然后我最近看他的一个视频 他在评断中国大陆非常有名的三个品牌 叫做BBA 也就是我们台湾俗称的EA2B 他在讲北京奔驰 Eclass W213的系列 偷工减料到一个极致 包含前面的悬掉系统会断 前面的引擎盖 四个车门后箱盖都是用铁板来做的 就是以前旧世代的事 可是我们在那边买车买到的 其实全球买到的都是铝合金的车子 他就去评断了这件事情 可是你要知道 他相对而言 他去评断了奥迪跟BMW 也都在中国大陆有生产 可是他还是采用的 跟全球一致性的一个铝合金的材料 来去做打造 这就是品牌对于消费市场上 不同的解读跟不同的论述 甚至是 我认为有的时候感觉是有点歧视消费者的感觉 所以他在这个市场上面 为了寻求这个价格的竞争力 为了寻求这个销量 那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 可能不会在意这个是钢板还是铝合金 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做操作 同样的在美国市场上面 他也没有那么在意所谓的 Consumer Report或是消费者的一个评价 所以你说这些豪华品牌会落在这个名字 以宾市来讲会落在持续的下降 当去年17名的时候没有检讨 现在还落到20名 我认为是也是刚好而已 那我再顺带提一个 还有一个叫做菲亚特这个品牌 在Consumer Report 是连续两年都垫底最有一名的 所以其实看到这个外媒评选的 这个20名的这个汽车品牌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其实像苏巴入 在这个排名当中 不论是车款或者是品牌 都受到蛮多的肯定 像在台湾的市场来说的话 其实苏巴入 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经营台湾市场 像最近他也推出了 Impreza的小改款 那在动力的编程 甚至于在整个的车款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不同呢 小叶 我觉得就像刚刚智希所说的 每一个品牌都有一个招牌的车型 那Impreza我们知道 在20几年来 它都一直是苏巴入 一个很代表的车款 不管是在知名度也好 不管是在销售的表现也好 但是以台湾市场来说 它受到了很多的威胁 我们都知道Impreza的对手 随便举了一个例 国产来说Focus 进口像Toyota的Auris 马自达3 还有未来可能会登台的八代Golf 每一款都不是泛泛之辈 每一款都卖得很好 那以Impreza这台车款来说 它在台湾 它要怎么样争取更好的空间 因为其实像刚才爱大讲 这个品牌对于台湾 重不重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引进的车型选择够不够多 确实是不够多 它就是一个动力 1.6升而已 那在小改款之前 它其实就是三个车型 1.6i 1.6is 跟1.6is 的i-side 那这次小改款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小改款 它只是把入门的车型拿掉 它已经不卖1.6i这个车型 那在后面这两个车型 其实价格也都没有变 维持跟之前一样的水准 主要是呢 它在外观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它在比较明显的 在六角形的水箱护照 或是在气霸的雾灯整合 气霸的这个造型里面 做了一些微幅的调整 让你看起来比较有心意一点 那还有像是双色的切削轮圈 也有点改变 那在内装的部分呢 也是维持一贯 之前像刚才讲的 比较工程式的思维 比较方方正正 资讯比较领朗满目这样 但是呢 主要是它把中控台那个萤幕 换成8寸的触控萤幕 那像是Apple CarPlay也好 Android Auto也好 都已经整合在里面 这是内装主要的变化 那如果你要在这一次的 小改款车型中 举出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我会觉得是 比较有诚意的 会是安全配备部分 它安全配备部分 有增加了几个地方 那比如说像是 它车速到了20以上 会自动的锁车门 中控锁的部分 那像车前的摄影机 让你停车的时候 更有参考价值 那还有像是 比如说你 这个有一个蛮特别 是比如说你下车 你后座的小孩子 或东西忘了拿 它有一个后座提醒功能 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 那还有一个像是 倒车的时候 后照镜往下翻折的 这个功能 其实这个都还蛮基本的 那现在才给消费者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在诚意的部分 现在才慢慢的赶上 那还有一个是 它的iSight的科技 那像基本的ACC也好 PCB它都有 只是这一次又增加 一个叫RAB 就是倒车的时候 它如果有障碍物 或自动踩刹车这个功能 所以大概这些配备 其实数量其实并不多 所以未来 要怎样面对其他 车型的这些挑战 倒是还蛮让人担心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